其实这些股份也会是一种职优股 你昨天的议币出了 无论营收、无利率、盈利率 甚至去到一些收入结构的转型 其实都很成功 所以你说现在这个位置 我觉得真的值得想一下 之前的下降趋势 其实是有一些不尖解的 你可以说理解就是套现 其实这些股份在去年来说 相对是一个不错的表现股份 所以我看到近期的下降 由去到8.5-9元下降到 曾经最低见过6.9元 其实都是令人不明的 所以我看到业绩出来 昨天开始有些进贯价 收到风价买上来 今天继续要去的话 其实可以见到 似乎业绩 使得市场有些重新的 估值上有些重新的再想想 是否要调升 是 而且过去联想几年做一件事是什么呢? 它类似在学习一些私行者 哪一家呢? 微远、IBM 它是由一间纯硬件的 走向一些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即是做一些服务比例 而今次的业绩来说 在中国区 它这个服务业的收入 是有盈利出现 它可以反映过去几年的策略成功 而这方面的服务收入比例 现在越来越提高 服务收入提高代表什么呢? 各个盈利率都会增加 大家也知道卖硬件和做服务 在盈利率来说是差很远的 服务的盈利率都会比卖硬件高很多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它会推升整个联想集团的盈利率的走势 刚刚最新公布的页势 盈利率 即是顺利率 是由2%到2.8% 管理层说明 希望未来3年2.8%的水平 可以去到4% 而市场也有信心应该做到 因为其实不是一个相当进取的目标 所以我觉得这个股价 你不要说是一个大升浪 可能你近期的股价这个位置 去到早前推介 即是早前平台的位置 去到9元 甚至到8.5元以上 应该也有很大机会 8.5元不是很远的 9元其实也不太难 这个位置可以考虑 去到9元 了解 突然被钓了 有一个数字的股价 是一个股价 在3元上 在5元上 20元上 中国人的股价 那样的股价 是一样的股价 是一个股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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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股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